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我們嚴肅一點的 最近不是有颱風橫掃台灣還有中國南部福建等地嗎? 那昨天水淹深圳跟香港非常慘烈,遠遠比台灣還慘烈許多 深圳許多道路被淹沒,許多車輛也被卡在原地,不知所措 那深圳許多地鐵捷運站也是被大水灌溉 這讓我又想到2021年的鄭州事件一樣 我始終不明白為何貴國一意為傲的地鐵捷運 雖然比起歐美日韓台來說又新又多 但為何排水系統如此差勁? 台灣的地鐵雖然比中國老舊 但我們在樓梯的設計動線,以及多道防洪門排水系統 即便今天雨勢過大超過我們城市能所載的雨量 也可以緩住不讓主戰大淹水,使得乘客受困,重演鄭州水災 今天看到深圳地鐵淹大水 你們知道,這是台灣22年前才有的模樣 2001年有一個颱風來襲 當時雨勢過大,且我們台灣的捷運 還沒有設防水防洪的閘門 所以淹大水 如今中國還是不間斷地在上演22年前的台灣 請問一下什麼才是進步? 什麼才是偉大復興?高樓大廈? 讓尾樓最新的地鐵地鐵淹大水 還是不會上演鄭州水災的事件 到底什麼對於粉紅來說才是進步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淹大水的影片啊 其實剛剛看完這個影片我又多了一個想法 貴國好像不是這個地鐵有沒有防洪排水系統的問題 你們是整個城市的下水道工程都非常的爛 排水功能也非常的爛 你們防洪坡還有這個分洪的你們通通都沒有 所以即便你們地鐵弄了這些東西 你水也排不出去啊 因為外面的水淹得更慘 所以到底什麼才是偉大復興? 我覺得粉紅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人均嗎? 人均你們也輸啊 OK不僅深圳慘 連香港也很慘 有一些地底常識的觀眾應該知道 深圳旁邊緊挨著就是香港 所以早年非常多人從深圳那邊偷渡到香港 對不對大季王文革的時候也是很多人從那邊偷渡 結果被香港遷返回去 遷返回去的時候香港人啊 他很有愛心啊 把自己家裡的食物包一包 或是買一些零食買一些包子啊 丟到那個你們遷返的車上給你們 那個照片該不會你們都忘了吧 而如今你們是怎麼對香港 這場颱風跟暴雨是天災 沒有辦法避免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中共在9月7號傍晚6點13分發布什麼呢? 將於9月8號凌晨00點15分 把深圳水庫泄洪 而香港政府卻在9月7號晚上 快逼近12點的時候才發布通知 讓下游的香港市民 只有不到20分鐘的反應時間 而如果當時沒有人在用手機呢? 沒有在看電視的市民呢? 沒有在裝這些新聞通知的APP的那些市民呢? 他們剛好在外面遇到這個洩洪該怎麼辦? 說到這裡粉紅肯定會說 有問題的點在拿 雖然中共在9月7號傍晚6點13分就發布通告 但是沒有任何的中國媒體大肆宣傳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各大媒體 像是深圳晚報竟然在9月8號的00點8分 謝洪潛的7分鐘才報道 另外一篇更扯 00點13分 謝洪潛兩分鐘我報道 比香港的效率還差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各大新聞媒體 都裡面都有黨支部 如果今天有一個重大的新聞要發布 必須經過黨支部的同意你才能發布 所以中共在傍晚的6點多發布了這個消息 各大媒體新聞的黨支部都是知道的 新聞台的人也都是知道的 但是他們要統一說 我什麼時候幾點幾分要發布 香港雖然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我痛恨香港 我痛恨港獨 我想讓粉紅把矛頭對向香港 去笑話香港多慘 所以呢我們跟香港政府協調一下 我們在快洩洪的2-30分鐘陸續發布通知 到時候啊 我們可以說你看是香港政府的鍋啊 你看我們6點13分就發布了通知了 千萬不要用我們台灣人的民主思維 去看中共險惡的宮廷鬥爭 這非常可怕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地圖 深圳水戶洩洪會讓深圳的羅湖區 以及下游的香港造成非常嚴重的水災 而香港跟深圳就已經在暴雨中飄搖了 你還火上澆油 雖然你們會說是井上天花 或是雪中送炭啊 這讓災情更為嚴重了對吧 華北東北地區的教訓 看來中共是沒有想要改的意思啊 這個颱風兩個禮拜前啊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你們不知道 大概路徑會往哪走 雖然颱風的路徑會變 但是前五天確定路線的時候 你早就可以提前分批洩洪了對吧 你說上次華北東北的地區 你沒有經驗 沒關係 讓你找藉口 這次你還有藉口嗎? 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下一個挑戰又來給你了 一模一樣的作業 你上次考了20分 你這次又考了20分 而且這考試的時間 一個月內不到 讓你重考兩次耶 特色管理這三年 各國都交成計單 擺在你前面的 你也是考得很爛 所以我說在中國當執政黨 真的超級爽啊 難怪粉紅那麼愛黨愛國 哪一天自己當上這個中共中央啊 你也可以享受這樣 躺在那邊 抽弄一切 爛掉不關我的事 反正 人民都愛戴我 真的很爽耶 不會被抗議下台 再後還可以派打江山部隊去打人民 再繼續讓那些銀行啊 放款去讓這些災民啊 重建家園 家園貸款 我就問 從2020年開始啊 至今不管是不是特色管理還是洩洪 哪次不是半夜發布 哪次不是來的又來又急又快 哪次不是一刀切的懶政 哪次不是人民買單 而繼續歌功頌德 愛黨愛國 讓台灣想要統一回去 粉紅總是說 銘記歷史教訓 你們對黨可真寬容啊 同樣的錯可以一犯再犯 次次再犯 我再說一次啊 深圳 香港的暴雨 這個是天災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是在跳天災 問題是你明知道天災 颱風要來了 你有好多天可以分批洩洪 對嗎 起碼不會讓暴雨跟洩洪 雙管齊下讓人民造成更大的損失 但你為了讓水庫保持在最大收益的發電量 你為了賣水賣電收錢 讓人民為你這種利益 而這個利益是你自己賺而已 這種錯誤的決策讓人民買單 人民最後還要用自己的錢去重建家園 粉紅別傷心啊 等到哪天你看到颱風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政府一邊洩一邊派 拿警棍的警察去現場糾災 弄棍子糾災 弄盾牌糾災 還刪除這個拍片罵政府的自媒體影片 讓他封號 你再來跟我說中國比台灣好 我們來看一些深圳昨天的畫面 天啊太恐怖了 整個烏桃山都要給淹掉咯 球場公園全淹了 你看那個水 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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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哇 欸 兄弟們 好輕鬆啊 打好手機啊 看到這個我就覺得蠻感慨的 中國人民遇到這樣的情況在苦中作樂 台灣、日本或是其他歐美國家的人民遇到這種狀況 第一時間就是罵政府、政府下台 不管是不是天災或人禍就是政府下台 這種不管是不是天災或人禍 中國人民就是苦中作樂甚至更慘的就是愛黨愛國 麻煩了,這些車全部都淹了 門港中心城門平西路這邊 大概是吃完晚飯以後就一直下暴雨 這些車淹的都走不了了 剛剛車上還有一個人被救走了 太誇張了 別人來,別人來,別人知道 別人了 別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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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去 別人去,別人去,別人去,不要人去 你,別人去,別人去,別人去不清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八角,下次見啦,掰!